小朋友 你好啊 請問你今年幾歲啊 十五歲 十五歲 你今年上幾年級啊三歲 五年級 五年級 那你現在就是 你是多久之前去做這個手術的 2010年五月左右 那我想問一下啦 就是你現在的身體情況 就是做手術之前 和手術之後有什麼變化呢 手術之前是走路非常非常的累 然後什麼事都不能做 然後手術之後呢 就好了許多許多 又能幫父母做家務活 又能去上學 在上學的路上走起來也非常輕鬆 回來的時候沒有好好地休養 所以因為又引起了病情的反覆嚴重 但是是會有怎麼樣的狀況呢 就是胸腔上會出龍 然後走起路來又很累了 將來想做什麼 有沒有一些理想 你想做一個什麼樣的職業啊 還是什麼樣的 有 我想做一個律師 然後因為律師 能夠幫助他們 人們解決一些問題啊 然後可以幫助那些人 打官司 然後能夠幫助他們 有些非常困難的問題 幫他們解決 看父子後 你最想的是做什麼啦 我最想做的就是 感謝基金會的幫助我 就是要捐獻愛心錢 給我做手術 然後讓我能夠健康地成長 去好好的學習 我會想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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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